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事情办得怎么样 你的事情办好了 贺先生 你为什么要贩卖鸦片 这可是害人的东西啊 我也是为了带燕子出国治病 去英国 我需要钱 要很多钱 我实在是没别的办法 那你从哪弄来的毒品 这些货不是我的 我也是赚一点代理费 都是为了燕子 我也是走投无路啊 万岳姑娘 我发誓 这是我的第一次 也是最后一次 我相信你 那你什么时候带燕子出国看病 等拿到了钱 我就走 那我可以跟你们一起去吗 你 我想一辈子跟着你 不管有没有名分 我都愿意 这 万岳 谢谢你了 你先回去休息吧 我还有点事 先走了 好 我肯定的就是喝两菜 我们紧跟着他 就能找到他的老仇 大长官 还是你厉害 一眼看出这个车夫就是捡的 走 等着 好 咦 打掌这个车夫 我的老城了 可这是什么地儿啊 这里好像是一座 飞骑的砖碗呀 这些我居然藏在这儿 怎么连个岗上都没有啊 我两才这个一简脚花 父亲肯定有千副哨 咱们人手不多 请让我们打草青少 咱们下过去 好好地商量一下 好 师祖 你放心吧 所有兄弟我都安排好了 绝对安全 老财 辛苦了 用不了多久 老子替把你当驴长 每天吃香的喝辣的 我保证 谢师祖再陪 对了 明天买家就到 到时候你千万要记得 小心谨慎行事 走 大船们 张大掌门来了 师叔 小侄这香有礼了 师侄不必客气 师叔 请坐 好 师侄啊 你的一声召唤 老夫就带着黄埔镖局的 这些弟子们赶来了进山位 拿住 放心吧 弟子们都安置好了 师侄啊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为什么要我的弟子都带着枪来 是不是惹上什么麻烦了 我打算去截何良才的鸦片 师侄啊 你可真敢捅娄子 我问你 截下这批鸦片 你准备怎么处理 学当年换硝烟的林泽许 好 我没有看错你 师侄啊 老夫 我一定帮你完成这个壮举 师叔 你知不知道 是谁想从何良才手中 抢走这批鸦片 谁 就是杀死贵公子的凶手 东阳 这是擂台赛上那个面具武士 对 就是那个东阳面具武士 常骨穿磁牢 在擂台上我遭到他暗算 没能够为惠公子报仇 但是这一次我要让他美梦破碎 打断他的痴心妄想 是指 没别的 老夫这条命 从今往后 就跟你绑在一起了 已经派人联系了南京黑龙会 他们会尽快把太湖帮周帮主的情报 递过来 什么时候拿情报 明天上午 会长阁下 贺两财怎么样了 我打听到开慎车行 有两辆大卡车租出去了 租出去了 谁租的 车行为客户保密 不肯说 但是我塞了点钱 对方说 这两辆卡车明天空车去装货 装的什么货 装什么货 我没打听到 只知道目的地是喜鹊粮 喜鹊粮 贺两财的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昌国川君 你怎么能确定 这两辆卡车就是去装贺两财的鸦片 林峰君 你给车行的人塞了多少钱 五百大洋 这么多 一般来说这么多钱 什么消息都可以打听到 可是 我没有打听到这两辆卡车要去装什么货 不 不 你已经打听到了 会长的意思是 你想想 花了这么多钱 对方还是不肯说 那只能说明对方根本不知道 卡车里装的是什么货 不 按照车行的规矩 租车的人要装载什么货物 都必须在合约上写清楚 如果违反合约 那是要罚款的 区区两辆卡车 最多只能装八吨到十吨的货物 你想想 究竟是什么货物 指得如此保密 鸦片 没错 我推断这两辆车 就是去装载贺量菜的鸦片 林峰君 这次你的功劳不小啊 你花出去的五百大洋 买来的情报 事成之后 我会赏你五万大洋 谢谢会长大人 带上你的人 准备明天跟我去洗一全粮 袖子 你马上回上海 联系领事馆派两个小队来支援我们 明天中午一定要赶到席却量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礼貌 大夫 我们接到上级命令 马上要离开你家了 真的 你们要走了 我是来向你告别的 谢谢 慢走 不送了 花姑娘 我们要走了 你就没有什么礼物送给我吗 还想要礼物 要什么礼物 花姑娘 你就是我最好的礼物 你放开我 把诈 长谷川军 袖子 这位是 我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陆军少佐长谷川次郎先生 他负责指挥这次天皇奉献金的行动 这位是上海领事馆警卫大队的春田海军少佐 哦 春田少佐 春田少佐 请问你这次行动带来多少人 两个小队 一个小时到达 当官 看车来了 这就是我们这次行动的目标 没错 车上装的是什么东西 车是空的 空的 春田少佐 你能想象一下 这两辆卡车装满鸦片 会是多少件 装满鸦片 那该值多少钱 哪位是接车的刘先生 你是开盛车行的吗 是啊 我们经理交代 现在 喜鹊梁这儿有个刘先生在这接车 刘先生 这里没有刘先生啊 那先生您尊姓大名啊 我姓蔡 蔡康本 证件哪 还是个团长啊 还是个团长 见笑 没错 接受的就是你 蔡康本 那你刚才说的那个刘先生呢 是的是的你 你要说你是刘先生 老子转身就懂 兄弟 你还蛮机灵的嘛 那是 行走江湖没两把刷子怎么行 蔡团长是吧 在下太后帮 快腿小鸡 齐老板 久仰久仰 蔡团长 你的货在哪儿呢 我怎么没见着呢 不急 马上就到 不知道齐老板的货款 带来了没有 这 没看到货 怎么能让你看到货款呢 没看到货款 我又怎么带你们提货呀 别动 齐老板 老板 你 这是什么意思啊 蔡团长 对不住了 我叫老板是真想做上这些商业 老板你带我们去货场 看到货 自然会让你看到钱的 我们老板交代 先付三成定金 然后才能带你去看货 看到货以后 付清全款 然后才能提货 好 世侄啊 他们在墨地什么 八成是在讨价还价 刚才探子报 说一个小时前 有三伯东洋人 来过这片小树林 东洋人 他们来干什么 说是来搜查 但是没有发现咱们的暗瘦 我看十有八九 是长谷川子朗 他派出来的搜查队 这个狡猾的家伙 肯定闻到了 鸦片的气味 如果真没猜错的话 他现在应该就在附近 你说贺两财 会不会已经把鸦片 卖给东洋人了 他要是跟长谷川子郎 合作起来祸害老百姓 那真是死有余辜了 长谷川君 他们现在在干什么 我想应该是在谈价钱 他们谈完价钱 去哪里提货 根据我们之前的情报 这喜鹊梁有两条路 一条通往上海市区 还有一条通往临近的县城 另外还有一条土路 通往一个砖瓦窑 那个砖瓦窑已经废弃很久了 所以这条土路也就废了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贺两财的鸦片 一定就在砖瓦窑 我贩瓦窑 这儿这儿这儿 这儿这儿这儿 来来来啊 快快 来来 这都过后 弟兄们辛苦了 货物运完之后啊 每人赏金三百大洋 谢谢长官 还有多少没搬出来 还有一部分 快了 把上官业给我带出来 是 走 走 老实点 这几天没吃没喝的 精神不错嘛 教生老公 留点了 饿两财 你就是个畜生 还是叫老公好听啊 快叫老公 要不然我一枪毙了你 你配吗 我告诉你 上官业 我的耐心可是有限度 快叫 你个丧心病狂的 你阴险 你恶毒 畜生 找个空箱子 把他给我装进去 是 走 老实点 你 老实点 长官 让他说我把他装箱子里 袖子小姐 马上集合所有人 准备赶往窗外摇 是 春天少佐 请问 你的人还有多久能搁到的 还有半个小时可以到的 你留下来 陪同春天少佐 等春天少佐的人一到 立刻就赶往专瓦窑 袖子小姐 是 我们立即赶往专瓦窑 他们怎么还在扯平 看来他们这是一笔大声音啊 我们先沉住气 是 是 是 山上什么人 好像是长谷川子郎 原来是他们 他们想干什么 我明白了 这长谷川子郎啊 真是阴险 他趁人在公路上讨价还价 自己带人悄悄出动 肯定是去装马摇 想黑吃黑 端贺两财的老窝 大众 你集合咱们的人 去跟上他们 好 走 走 这里戒备森严 看来我估计的没错 贺两财的鸦片 一定在里面 让我们怎么办 注意隐蔽 我们从侧面进去 所有人跟我走 是 有人 隐蔽 隐蔽 李宗 李宗不好了 报告李宗 外面打起来了 什么人 会知道 好像是日本人 什么啊 日本人 叫李宗的顶住 打破日本人的 人上一切打烊 好不 一万打烊 一万打烊 快去 好 小心 看来掌握传掌门 你动手吧 师长 我们要不要加了战斗 师叔 你不要忘了 我们是来放火 消防这匹鸦片 我们让它 继续外卖兴 我看 你们还是从后门 绕着去吧 好 走 成功川军 你没事吧 春天热刺 这次我们客俩 才藏鸦片的老巢 这次对我妈这儿出击 所有人听我命令 马上冲击 快 上火鸦片 好 绝绝 绝绝 鬼子的火力太猛了 我们挡不住了 挡不住 人家给老子打 绝绝 咱们留在青山 在也不怕没前兽 走吧 狂磚 这么多箱子啊 这么多箱子啊 戴上 打开 好 这么多鸦片 到咱们咱们 没错 这都是鸦片 师叔 打住 你们带几个兄弟 去抵抗日本人的进攻 我带两个兄弟留在这儿 烧毁这批鸦片 记住 十分钟之后 看见火起就撤 行 你自己注意安全啊 好 走 快 你们两个抓紧时间 把这批鸦片给烧了 是 咱们抓紧时间 把这批鸦片全部消灰 快 找尸关印 是 走 走 有点灯 好像有人 快 把箱子打开 快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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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他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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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着门等什么 撤 撤 走 燕子 你没事吧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 燕子 我来了 你不要跑 这么多不要说了 快离开这里 走 快 快 快到后面去 停搜 燕子 燕子 这是日本鬼子把我们包围了 我们是逃不出去了 七招 让我们死在一起 我真的好开心 真的 我七招真是没有好好保护你 不行 等一下 你得出去 燕子 这里有个地球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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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握了 我又来晚了一步 为什么 为什么 金昼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别了 长谷川君 事已至此 齐昭也已经葬神火海了 咱们还是撤吧 走啊 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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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这么大的火都烧成灰了 为什么却在我的地盘 你们几个到处找找 看看有没有活口 是 是 七招 七招兄弟就是在这里 葬山火海的吗 七招 七招 我们兄弟还没做狗呢 是我没本事说服七招 反而让他大上性命 我算什么兄弟啊 军长 这儿还有一个地窖 散开 放手给我 来 接着 接着 我以为也死了呢 你怎么没死啊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啊 燕子 你还好吧 七招 我们没死 我们又可以在一起了 燕子 你没事就好 走 走 走 燕子 我 我 我今天只能送你到这里 你的行李都在后备乡里 希望你一路顺丰 平安到达长崎港 令氏先生 给您添麻烦了 只要活着 一切都不是问题 你要是在上海剖腹自杀 那才是我的大麻烦 我本应遵守承诺 剖腹自尽 但是陆军部给了我新的指示 我很快就会回来 你还回来上海 是去满洲 满洲很重要 那是帝国和俄国争夺的要点 希望你能为你的家族争一口气 秀子小姐 请一路上照顾好长谷川君 谢谢令氏先生 我会的 我先告辞了 长谷川君 开心一点吧 毕竟你的死对头齐昭还是死了 你终究还是战胜了他 恰恰相反 他虽然是死了 但他战胜了我 他是我一生当中最强的对手 但他的祖国注定无法战胜帝国 他在天之灵 会感到悲哀 既然如此 那为什么不开心一点呢 是 我为什么不开心 我为什么不开心 好了 修子 咱们走吧 我 我为什么不开心 你 我为什么不开心 请 我为什么不开心 我闹起 好 他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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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没想到一晃七年过去了 小龙也成绝了 这多亏了陈老板 那是孩子自己努力 你这个当娘的也功不可没呀 主要是您的会员 陈老板 您的大恩大德 我们母子无以为报 我想让小龙带您做干爹 您看啊 那太好了 老夫正有此意 可 就是不好意思开这个口啊 小龙 娘 我今天第一天挑大梁 就赢得了一个满堂彩 娘全看到了也都听见了 娘打心眼里为小龙高兴 可惜我爹不在 要是他在的话那该多好 儿子 娘有件事想跟你说 啥事啊娘 陈老板对咱们娘俩有大恩 你能有今天 全是陈老板一手栽培的 嗯 陈老板是我的伯乐 这辈子我一定会孝敬他的 知道孝敬就好 娘的意思 你拜陈老板做干爹 这样才能名正言顺地孝敬他 拜干爹 我愿意 就是不知道陈老板他 娘问过陈老板了 陈老板说 早就想任你做干儿子了 那行 明天就拜好不好 还有件事 娘的意思 你拜了干爹 以后 你就叫陈小龙 改姓 嗯 没这个必要吧 娘觉得很有必要 那我爹知道了 肯定不开心的 我就想跟你说道说道这件事情啊 小龙 以后你就不要再想着你爹了 也别提他 为啥 别问为啥 听娘的话就是了 不是 那可是 没什么可是 小龙 从今往后 你就是陈老板的独养儿子 正儿八经的上海人 什么齐昭 柳陵县 黑风陵 全都忘掉 娘 你怎么了 过去的事情 我怎么可能忘掉呢 忘不掉也得忘 你现在是上海人了 不再是北风乡乡下来的重校了 娘和你姥姥 还有你弟弟妹妹 可全靠你了 娘 你在说什么 别的先不说 我怎么能忘记我爹呢 我是齐昭的儿子 永远姓齐 绝不可能更名换姓的 心事还没长 脾气倒先长呢 别的都好说 就这个不行 必须改 就不改 小龙 你是不是想弃死你亲娘 娘 你是不是想逼死你亲生儿子啊 大喜的日子 这娘俩怎么闹得这么僵啊 陈老板 小龙啊 恭喜你啊 第一天登台挑大梁 就赢了个满堂彩 开门红啊 陈老板 我刚才跟小龙说 我在外面都听见了 小龙说得没错 人哪 就不能忘了根本 齐昭是老夫心目中的英雄 你能做齐昭的儿子 应该感到自豪 谢谢老板 大小姐 齐昭 齐掌门来了 富贵叔 你先出去吧 去吧 坐吧 货都装船了吧 都已经装好了 我这次替你们贺家押标到齐齐哈尔 可算是我重任威胜标局以来 走得最远的一趟标了 我来是要跟你说一声 明天天一亮就出发 对了 早早来信了 什么 那信上怎么说呀 他说他在学校呀可好了 前几天 他们社稷考核 他还拿了全班第一呢 对了 我这里啊也收到了长信中的信 常大哥 他现在可不得了了 他可是保定军校的学员队的总监 他说早早啊是有设计天分 所以他打算请德国的教官 给他另开一个小灶 准备把咱们早早 训练成一个神枪手啊 这有机会啊 得好好感谢常大哥 是啊 对了 那没事我就先走了 你忙吧 齐昭 你不来找我 我也正好有事去找你呢 说 明天我想跟你们一起上屋 我知道了 我这次押的标 全是你们的货 你是不是不太放心 玉瑶啊你就放心吧 你的货我会平安的押送到七千二 不是不放心 其实是因为我还有另外一车祸 我必须亲自押过去 到底什么货啊 这我不能告诉你 我知道你们标局的规矩 一不能押送军火 二不能押鸦片 我给你保证 我这车祸两种都不是 只不过我不能告诉你是什么 我还必须亲自去 我可告诉你 这个真的不符合我们标局的规矩 怎么着 难道你还让我求你不成啊 既然这样 那我就答应你了 记得 明天早上不要去门口 别来晚了 知道了 大小姐 咱们贺家的货 不 路程又这么远 为什么要让威胜标局运呢 威胜标局的口碑好 这道上的人哪 多少都给点面子 安全 可是 可是什么 当年大少爷和齐昭 那么多恩恩怨怨 您都给挂了 行了行了 这都多少年了 您还想着这些 沉这么烂骨子的事 我都不记得了 你老替他干什么呀 去吧去吧 忠义在心 肝胆两全 顺风顺水 一望无前 忠义在心 肝胆两全 顺风顺水 一望无前 是 令兄们 出发 乡亲们 公报们 自从甲午战争之后 日本人侵略中国的野心 就暴露无前 行政 1906年 日本人在东北 成立了南满铁路诸事会社 以铁道警卫队的名义 派兵进入东北 后来又在沈阳成立了关东军 日本人这是暴露无疑地干涉中国内政 1928年 日本人胁迫海陆军大元帅张作霖 签订了满猛协议 企图把东北和内部 从中国分裂出去 张作霖不肯就范 后来被日本铁路警卫队 在沈阳黄顾团给炸死 白总 前面那个人 是不是在说日本人 我们听一听 日本人的狼子野心暴露无疑 日本想把东北 变成他们的殖民地 我们国人能答应吗 他 这个人挺眼熟的 好像是李先生 还真是他 李先生 齐昭 齐大掌门 真的是你啊 这不是李老师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齐昭 真是他乡欲固知啊 我们又见面了 是 李老师 上官老师 你什么时候从国外回来的呀 齐昭 他们两个 我这堂鸭镖啊路途遥远 就当掩人耳目吧 掩人耳目 我还真没想到在这儿还能碰见你们 李先生 你怎么会在路边上讲话呢 我也是才回国没多久 我想告诉国人 外面的事件正在发生什么 我看你啊 真的是很幸福 付出这么多的心血 还和百姓说这么多道理 我齐昭真的是佩服你啊 谢谢 李老师回国多长时间了 我也是刚回国不久 怎么没回琉林县呢 琉林县我是肯定要回去的 我还打算继续回国民小学教书呢 李先生 你怎么会在这里的路边上 说这些白话呢 我 那不叫说白话 叫演讲 什么是演讲 是在给官府人员传话吗 齐大掌门 这个不是传话 是告诉民众 外面的事件正在发生什么 而我们应该怎么去做 那李先生 恕我冒昧地说一句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演讲 好像不太有用啊 是啊 这正说明 民众 在政府的欺骗和压迫之下 已经变得麻木了 所以这个时候 更需要有一个人去唤醒他们 李先生 你真是有报复有理想 我真的佩服你 李先生 那可以跟我们说说 您在欧洲看到的 就是那些外面的事件 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 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 能说得清楚的 这么说 你也在洋人身上 觉得了很多本事了 简单地说 其实 我是找到了自己的信仰 什么是信仰 信仰 就是因为理想 而坚持的一种信念 信仰 就是为了理想 可以甘愿奉献终身的一种精神力量 我怎么听着 好像有点神秘呢 不过啊 先生 你说的话 真是说到我心坎里了 让我有机会好好琢磨琢磨 等我亚标回来啊 我再去找你 齐大掌 这次 你打算去哪里啊 彪磨 去齐齐哈尔 齐齐哈尔 我正要去哈尔滨呢 那太好了 那我们一起上路 这一路上啊 你也可以 给我说说这个演讲的事情 齐大掌门 两个人不叫演讲 叫谈心 谈心 那正好啊 我们两兄弟啊 可以好好谈心了 不过齐大掌门 我听说 现在整个东北的局势很不稳定 存在很大的变数 而且日本人正在蠢蠢欲动 随时可能翻脸 你这个时候 带着二位女士去东北 会不会太冒险了点 燕子 玉瑶 你们也听到李先生说了 这个东北的局势 非常的不稳定 为了安全起见 你们两个 还是回家 不要跟我一起去了 好吗 不行 就是因为危险 我们才要跟你一起去 再说了 有你在 我们什么都不怕 我这是为你们着想了 不过 你们两个跟我去 会让我更有底气 七招 我有些话想跟你说 好 好 这次押镖我必须得去 因为我那车户 这车户我亲自负责押镖 不验货 只押送 你只要告诉我收货人的地址 就可以了 我可以告诉你 只不过如果我不去的话 这个收货人他不会见你的 也不会收货 谁有这么大的架子 我威胜镖局送货 他敢不见面也不说货 是贺亮才 贺亮才 他在东北 我也是半年前 才跟他联系上的 他在那里做什么呢 我不能说 我答应他不告诉你 为什么 因为你们是宿敌 是冤家兄弟 冤家兄弟 这话我听得心心 以前的事我不想提了 总之 这次我得跟你一起去 那好吧 既然这样 那我们一家人 就一起要不要上路 嗯 走吧